一切有違法,如夢幻泡影,如路易如電,應作如世觀。 請先開金本,第二卷,第二十年,第二十年。 倒數第二行,從第十段看起。 念即是慣,慣即是念, 到其心動念時。 除去分別心,以佛之方法向內思維,思維念無念。 念佛依然,久久相映,既能無念,即是覺震盡。 這一段,裡面有很深的境界。 要細心去體會。 宗門教下修行的總綱領,叫做觀,也就是觀照,用這個觀照的功夫。 在靜宗呢,這是用念,念佛。 靜宗的念,跟宗門教下的觀,實在講是無二無別。 名詞不一樣。 功夫、境界,實在講是相同的。 下面,這就說出來了。 無論是觀照,無論是念佛, 觀照,無論是無二無別。 所以,無論是觀照與念佛,無論是無二無。 這是最高的原則。 觀照與念佛都不例外。 分别都没有了 诸位想想当然就没有执着了 执着先有分别后才会有执着 不分别哪来的执着呢 如何去分别执着 这是修行的关键 我们都想立分别执着 因为立分别执着 前面跟诸位说过了 就立生死轮回了 这个生死轮回 就是从分别执着里面 生的现象 分别执着没有了 生死轮回就没有了 真正想修行的人 真正想成就的人 我想对这个问题一定非常关心 也非常的重视 底下教给我们 以佛制方法 向内思维 佛什么方法呢 就在金刚经上一开端表现的方法 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平常想的东西太多了 太杂了 都是向外叛远 想外面的财色名识税 色身相畏处罚 想这些东西 这叫大妄想 想了以后的执着 这就是生烦恼 我们搞这个 佛不是这样 佛想什么呢 佛向内思维 内是什么 那是真心 本性 真心 没有妄念 换一句话说 他们的本思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能够照顾真心 也就是他念这个 他念清净心 念平等心 念真诚心 这个心里头 没有咱俩 没有妄念 他念这个 这叫念悟念 这个地方的悟念要记住 悟忘念 什么是悟念呢 分别是悟念 执着是悟念 分别执着是无量无边妄念的根本 我们在这个境上学到的 我们要想修从根本修 不要搞这些 知之一一 知之一一 就太多 太烦了 想根本上 不分别不执着 这就没有妄念了 无量无边的妄念 通通都没有了 他从根本上把它拔除了 妄念去了之后啊 这就是真念现前 尽宗好啊 尽宗这个真念啊 很具体 很明显 真念是什么呢 西方世界一正庄严 我们念佛的名号 念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月 念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 这是真念 念这个 那么这个也叫念 无念 无念是对于我们娑婆世界 五与六成 这个念它没有了 无这个念 我们有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念 好办啊 比这个宗门教下用功夫 的确是方便太多 我们念这个 念佛也然 念佛也是这个意思 九九相应 这种功夫 要记住三个条件 第一个是决定不能怀疑 怀疑 你的功夫就破掉了 什么破掉呢 信心破掉了 运行破掉了 所以不可以怀疑 第二不能缠杂 不缠杂 才精 专精 那个力量就大了 产生的效果也就显著了 第三个条件不能间断 不怀疑 不架杂 不间断 只要坚持 这三个条件 久久就相应 时间久了 自自然然 就相应 相应的样子 是什么呢 分别执着 没有了 二六十中 正念先前 那个就是相应的样子 念佛人相应 可以说 念念都于西方极乐世界 相应 古德所谓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功夫到这样的程度 对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自己会有信心 不但有信心 而且你很有把握 这个就是功夫相应 这个就是功夫相应 那么在 其托大乘法门 这个就是 无念 无念 显示出的正念 正念的就是 觉正经 宗门里面讲 大致大我 大致大我 是经 教下里面讲 大开圆经 这是正 正知正经 金宗里面清静心写情 敬而不然 这是真实的受用 真实的利益 心不迷了 不写 不染 不染 不染是禁 不血是震 不迷是缺 对于诸佛菩萨 在九法界 度众生 生活状况完全相同 我们看底下一节经文 何一部 若菩萨不住相不适 且福德不可思量 世尊说话的意思很深 从他措辞 从他措辞这方面 我们能够体会到 前面是教的 说法师尊 菩萨应如是不失 不诸余相 接着说 菩萨不诸相不失 其福德不可思量 这个福德明明是有啊 不什么有啊 由此可知 佛法 佛法 决定是不取 非法相 决定不落空 这有福德 福德大 不可思量 我们看诸佛法 我们看诸佳 诸余经 诸余经 则心不清静 诸就是着相 执着 你修菩萨 你修一切善法 啊 你有分别 有执着 你的心就不清静 心不清静 有没有果报呢 有 也有福报 有福报 不是福德 是福报 福报跟福德不一样 福德不可思量 福报是很有限的 所以着相修佛 福报是很有限的 并不很大 力向修佛 那个福德不可思量 是 业无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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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呢 很认真 很努力的 在做 不是不做 虽然认真努力 不疲不厌 在做啊 心里头啊 若无其事 若无其事 根本就没有想 这回事情 这个是 祝福菩萨跟凡福 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这里 我们想学佛 要记住 就学他这一点 这一下学啊 学不来啊 因为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总是起心动念的 不可能是 心里的若无其事 和认真努力啊 把事情都做好了 这个我们很难 想象得到的 这种境界 要慢慢地去 慢慢去 体会 去学习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学习 从穿衣吃饭 工作 厨师 待人 进屋 就在这些地方学 生活当中学啊 四庆座 天天要穿衣服 天天吃饭啊 学者 不折相 学者是若无其事 学者 学者 这才是真正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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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故处处延不住 《金刚经》这个不住 讲了很多很多遍 处处都讲不住 又处处也复得 复得也讲的很多 讲不住 再又讲复得 好像是矛盾啊 好像这个意思是抵触啊 好像这个意思是抵触啊 其实 它是相扶相成的 不住从哪里见呢 从福德里面见 福德从哪里见 从不住里面见 两边如果是离开一边呢 那一边也没有了 这个意思很深很深 要很冷静地去思维去领会 修行既有境界 不是不要境界 像释迦牟尼佛 平时给我们看的 做一吃不 这是境界 不是没有境界 不是没有境界 我们从早起床 一直到晚上休息 这一天的活动是境界 离开这些境界 到哪里修啊 拓静方能其救啊 拓是依靠啊 依靠境界 我们才能够修 方能下手 所以前面 跟诸位讲到 像华严经上山菜童子 列思 练心 思就是境界 就要在境界里面去练 练心 练什么心呢 真心 从境界里面 从境界里面 把旺行 除掉 真心 写露了 那就成功 所以 不能不要境界 祝福菩萨 为我们 释信种种的行门 没有 一门是 离开思想 没有 就在思想上下手 就在思想上 转换境界 本经说不住六臣 而进途三经全说六臣 将西方世界一正庄严 看似相反 实则相同 粗看 前看 好像完全不一样 一个是 什么都不执着 一个是 什么都不执着 一个是叫你什么都执着 好像完全不一样 切实 你要深观 细思 它相同的 且正可进途境界之高 实实在在高明 高在哪里 高在哪里呢 高在他 极向理向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关键那个字眼呢 就是高子 我们能不能看出 我们能不能看出他的高 我们能不能看出他的高 我们能看不出来 我们能不能看出他的高 身处就看 身处就看 才晓得人家真高明 本经 世尊说不诸六臣 目的在哪里 在断贪嗔痴 前面说过 叫你不要执着 不要分别这个六臣 是为了断贪嗔痴的 金宗教你一切都执着呢 目的在哪里呢 也是断贪嗔痴的 这个高明啊 我们这个世间 执着 成像 特别是 稀有的物质 物以稀为贵嘛 黄金 西游啊 大家都宝贵得不得了啊 用黄金做成首诗啊 戴在身上啊 觉得很美啊 贪耳无业呢 其贪心嘛 其贪心啊 其贪心啊 西方极乐世界呢 黄金为地啊 铺马路的啊 铺马路的啊 铺马路的东西 你把它挂在身上 有什么好看啊 西方世界 用这个方法 来断你的贪心 叫你不用贪 太多太多 一点都不稀奇了 还贪什么 我们这里 宝石 那就更名贵了 更宝贵了 人家切宝 宝石做什么用 建筑材料啊 盖房子用点 西方世界的物质 样样都太丰富 太丰富了 没人要 所以那边是 精英气宝的时候 就像泥土一样 泥沙 没人要啊 无论什么东西 都非常丰富 丰富满足 所以你在那个境界 什么样的贪念头 起过来 贪念头没有了 惩恨当然就断掉了 惩恨性 什么呢 贪不到才生惩恨 贪到了 他就欢喜了 他怎么会生惩恨呢 所以 惩恨性也没有了 愚痴也没有了 样样清楚 样样明了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用这些 用六成呢 来叫你断贪嗔痴 佛在此地 叫你立无欲六成 断贪嗔痴 你看目的不是一样吗 他那边真是高明 实在是非常高明 一切得其受用 而不起贪嗔痴 贪嗔痴 贪嗔痴慢 所有一切 妄想分别之者 通通没有 这一个修行环境 射放一切诸佛插图里面 没有啊 所以诸佛赞叹阿彼陀佛 光中极尊 佛中极尊 佛中之王 把阿彼陀佛 赞叹到了极处 这个才见到了 净土境界之高 高明在这里 我们这个世间人 真的是这样 非常愚痴 对于四十的真相 完全不了解 患得患失 没有得到的 天天在大妄想 在追求 在等待 到得到的时候呢 又怕丢掉 那个心 真是操得操老辣 患得患失 实际呢 一样也没得到 一场空而已啊 确确实实 一样都得不到啊 不要说实 我们人生短暂 几十年呢 这几十年当中 我得到了 那是你的妄想 其实就是宝石 戴在你手指上也没得到 那你就是个聪明人了 你真地觉悟了 为什么呢 神都得不到 后患 神外之无呢 这现在 科学发达 人人都晓得 诸位从进到这个讲堂 这两个小时 你离开的时候 你离开的时候 绝对不是你进来的时候的跟你 不一样吧 你还以为进来是这个身体 出去还是这个身体 你迷惑颠倒啊 没搞清楚啊 进来的我出去的时候 里头不晓得多少变化了 细胞啊 新陈代谢 患了好多了 不是那么回事情了 这就是说明 你这个身都不可得 这是真正了解 一切法不可得 这佛给我们说的是真话 因为一切法不可得 因为一切法不可得 才教给你不要贪注 不要分别 不要自主 观想极乐世界之六成 即不住空 由此而特立无助之六成 皆不住有啊 故佛法至心 不中享福而中转移 想福那怎么能想得住 想不住的 懂得转变 懂得转换 转烦恼为菩提 转实诚挚 转生死为涅槃 转缩破为极乐 你会转 那就行了 这是真 恩是想压 压不住 没有了个道理的 所以 禁宗的法门 就是叫我们观想西方极乐世界 一正庄严 一呢 就是此地讲的六成 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 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 物质环境 正宝呢 是叫我们观想阿弥陀佛 观想观音实质 这是观的正宝 你有观 这个观就是前面讲的正念 净土宗 你这样的观想阿弥陀佛 你这样的观想阿弥陀佛 心里面常常念着 这是正念 这个不住空 因为念念呢 都念西方世界一正庄严 苏婆世界就忘掉了 不再念了 这常讲阿 我们这个地方 身心世界一切方向 脱离无浊之流程 现在我们的环境 坐卧到了极处啊 今天灵活早报里头 有一段报道 这个报道 我们看了 真的是寒毛之术 说明我们地球这个环境 严重的污染 举处了十条十大条啊 科学家说明了 地球上每一天 有一百多种东西 这个生物 倔疾了 在地球上消失 每一天都有一百多种 这还得了啊 在地球上倔疾了 为什么会断绝了呢 生态环境破坏了 没有法子生存 那么将来我们这个人 人口 会不会在这个世界上灭绝呢 实在讲很有可能啊 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啊 所以全世界的人都在寒暗环保 谁肯认真去做 谁肯认真去做 多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顾别人死活 工业的污染 工业 他赚他的钱啊 钱是赚了 钱是赚了 要从佛法因果上来说 他造的罪业就很重了 什么罪业呢 我没有害人 破坏地球的生态均衡 破坏地球的生态均衡 我没害人 我也没杀人 可是 你叫人家生活上 有形无形 通通受到伤害 谁肯停止呢 没有人肯停止啊 所以这个问题没有法子制止 再不断地发展下去 我过去看到有这个是杂志上还是报道的 科学家提出警告 地球上环保要不能改善 五十年之后啊 这个地球上不适合人类生存了 那意思就是说呢 人类也跟其他动物一样啊 要从这个地球上倔疾了 五十年不长啊 那我们在座同修很多 你们都见得到的啊 五十年我见不到了 你们还见得到啊 这个真的叫要命的问题啊 哪一法子解决 共业所敢啊 佛经上的警惕啊 如旧投然啊 从前我们在念这句话 比喻现在是真的啊 现在不是比喻了 真的是如旧投然啊 怎么个旧法 除了念佛求生净土 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那如果想想想看 你有什么本思能够超越六大轮回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哪一法子 所以许许多多大成佛法 很令人羡慕啊 我们很想学习啊 时间来不及了 不是不想学 没时间 科学家这个警告五十年 他有根据的 他不是随便说的 我们的光阴只有五十年了 哪有时间再去修这些大经大论 老实念佛 一门深入啊 这一段时间是足够用的 求生净土足够用的 念佛 读诵净土三经 就是十众生心转向佛进之流程 这就是一个大的转移 我们现在讲移民啊 我们向西方极乐世界移民啊 近宗学会 这是西方世界移民的大使馆 这就是西方世界移民的大使馆 这是西方世界移民的大使馆 帮助你们办一門手 是不是 解脱离五逐之六选 二兵不逐之下手方法即在此 正是晋宗古大德长江 圣妙方便 最殊胜最巧妙的方便法 将为农居士极赞建筑 见地精确令人起尽 于在讲义卷二九十三页第二号 讲义分量 很大 共皆专门研究的同修们用的 所以讲义我们印的分量不多 这次讲金刚经讲义只印了三千本 送到此地来的送了一千本到这边来 那么金本我们印了一万本 所以诸位如果想参考呢 可以看这个讲义的原文 你就知道将农居士虽然一身功力都用在金刚经上 他对于净土法门深信不疑 一身的功夫是念佛求生净土 这一种事情可以说是当然的现象 为什么呢 禁宗法门的当机实在是上之与下人 最容易陈旧 最容易陈旧 将农居士四十年在般若上用功夫 的确有超越常人的智慧 因为他有智慧 所以才看出净土宗的殊胜 没有高度的智慧 见不到啊 文殊菩萨智慧第一了 你看在华言会上 文殊菩萨选择什么法门呢 选择念佛求生净土 高度的智慧 选择这个法门 所以他这个赞叹尽忠 我们看到是一点都不感到奇怪 是很正常的现象 顶下是须菩提的答复 顶下是须菩提的答复 这是两番的问答 佛问须菩提的答 须菩提两个大佛都说不也是的 不也含有唯为佛佛之意 不完全做否定解 这个意思很深 因为前面说菩提的答复 因为前面说菩萨不诸相布施 那个佛德不可思量 世尊再次举一个比喻 用虚空做比喻 用虚空做比喻 那么这里说的是射方 东南西北 思维上下 射方虚空 就是平常讲的 近虚空变法界 就这个意思 用虚空法界来做比喻 恰不恰当呢 非常恰当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注 那个心量没有界限 它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这个心量没有界限 没有界限 它的范围就是虚空法界 也有分别 也有执着 那就有限度 那个圈子就很小 所以这个比喻 非用虚空不可 唯一有虚空法界 才能够相比喻 那么问 佛问呢 这个虚空可不可以思量 能不能想象 不也 这个不也 不是说不能 不是说不可思量 不是这个意思 它不是一个肯定的 大福祠 它的意思是 意思呢 就是不能这样说法 不可以这样说法 还得有这个意思在 不是肯定 也没有否定 不能这个说法 佛说今 随举一法 皆该是法 该是包汉 哪 该佛法 皆从无量无边 性海中流出 故故 重重无尽 这就是 为什么 不能用虚空比 道理 在此地 虚空的确是大 静虚空变化 的确是大 但是还不能比 因为真心 比虚空还要大 佛在楞严经上 有一个比喻 佛把真如本性 比作虚空 把我们现前的太虚空 这个摄放虚空 比作一片云彩 那么诸位想想看 云彩大 还是虚空大呢 摄放虚空 在我们真如本性里面 就像一片云彩 在太空当中一样 所以虚空也不是真的 它也是云生之法 也是当体皆空 所以禅家 有所谓粉碎虚空 这个口气好大 是不是真的呢 真的 那一点不假 永家禅思就讲过 绝后空空无大千 大千世界就没有了 那么由此可知 焚碎虚空 是地上菩萨的境界 不是普通人的境界 受放非定法 可知一切法 均是价明 无由定法可得 所以不可住 道理就在此地 佛所说的一切法 这个道理 在金刚节后面讲到 佛所说的法 也要把它放下了 不能执着 我们可以用它 来帮助我们 决定不能执着 正是所谓 法上因时 后患非法 那个法就是佛所说的一切法 也要把它放下 也要把它放下 也不能够放在心里 何况一些不是佛所说的法 怎么可以执着呢 佛所说的法也都是价明啊 没有定法可得 无由法可得 所以不可住 比如佛所说的菩提 佛所说的涅拔 佛所说的佛果 都不能执着 执着就错了 不但如来国地上 没有执着 后面举的例子好啊 出国正在虚头怀怒 他有没有执着正在虚头怀怒 没有 如果有啊 他就没有正在虚头怀怒 佛举出这个例子 佛举出这个例子 从小成开始 一直到如来地 没有一个 是有执着的 未正法身以前 分别是有执着的 没有 正的发生之后 虽有分别非常的微薄 我们晓得这个事实 自己才晓得应该如何用功 什么叫真正的功夫 要搞清楚 真正功夫 绝对不是 我一天念佛 两万身三万身 不是这个 你看《谭经》里面讲法达禅师 念法华经三千遍 他自己认为他念法华经三千遍 他自己认为他念法华经三千遍 你一定有感到骄傲之处 你一定有感到骄傲之处 我们现在就感到骄傲 那个发达就是 他感到他有骄傲的地方 六祖就问他 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我念了法华经三千遍 那不是功夫啊 三千遍念下去 一窍也不通啊 什么是真正功夫呢 真正功夫是离开分别之主 心清静了 这是真正功夫啊 这就说明 法达三千遍法华经 他有执着 他有分别 虽然经念得很熟 经意也不通 但是不能说他没有好处 因为他有这个基础 六祖给他一呵斥 一直点 他就觉悟了 他就明了 就通道了 诸五祥就 没有这三千步的那个定力 三千步要有耐心啊 没有耐心 念不完啊 那个就是修定 没有智慧 有这个基础 一点呢 只会看 所以我们要晓得 什么叫功夫 真正的功夫 金刚经很高明 叫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都不要分别 不要止住 一切思 要认真 要好好的去做 尽心尽力把它做得很圆满 心里面若无其事 没有分别止住 这叫做功夫 念变不住 念佛也不例外 如果你有定科 我早晨早科 定了哪些科长 晚科定了哪些科长 要认真去做 一天不能去 除定科之外 散科 散科 或者是诵经 或者是念佛 有时间就做 没有时间就放下 不要紧 散科 也就是说 当我们有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把 读经念佛 放下 好好去做事 事情做完了 佛号又提起来了 这个就叫不间断 与不间断的意思相应 所以这个不间断 不是叫你在世上 一天到晚都不间断 那你就不能办事了 我们在工作当中 许多工作是需要思考的 需要思考 思考当中不能夹杂着佛号 不能夹杂着佛经 不可以的 只有把佛号放下 这是正确的 这是正确的 功夫要纯要熟 你就会得受用了 一切法 一切法皆是同体 在心体上 云是一个 若领会德 放置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这句话 《大乘经论》里面说的很多很多 一般同修 也都能记得 也都能说得出 但是它真正的意思很深 很广 心是本体 是能变 佛与众生是现象 是所变 能变 能变是一个 所变的纵然再多 都是从一个能变里面生出来的 所以它同体 同一个心 那么这个地方讲的众生 意思很广 不能搞错了 众生是 九法界的众生 是这个意思 佛圆满觉悟的人 九法界众生 都是迷 没有完成觉悟 菩萨比我们是觉悟 比佛他就迷了 他就没有觉悟了 九法界都觉众生 此地讲的众生 除佛之外 统统包括在其中 不但九法界有情 包括在其中 无情的众生 也包括在其中 那无情就是我们讲的 一报的环境 九界有情众生 他的生活环境 佛法里面叫无情 我们现在的名词 叫植物矿物 这是无情的 动物是有情的 我们现在这样的分发 这些都是众生 众云合合而生起的现象 全是从自性里面 变现出来的 所以同体 这就是说明的 社法界一阵庄严 同一个本体 所以这三样没有差异 一二三 三二一 譬如一金做七 七七皆金 我们用黄金做体 我们用同样一个黄金 造这个十法界 我们把它造一个佛像 造一个菩萨像 造一个罗汉像 乃至于做一个小狗小猫 做个畜生像 一样 金的成分一样 重量一样 价值也一样 哪有差别呢 没有差别 不能说佛像就特别贵一点 那个小狗小猫就便宜一点 没来回事情 橙色一样 重量一样 价钱相等 那不可能因为 你这个佛像 价钱高一点 没这个道理 三案无差别 从这个比喻当中 诸位细细体会 提用不二 性相一如 这些话 跟这个幸福众生三无差别 意思完全相同 所以佛说佛说佛说法了 许许多多这些话 可以来来互相来解释 这个样子 它的意思你才真正能够明了 才能够体会到 佛用这种方法来说 它的妙处就是叫我们不要执着 怎么说都行 性相一如行 提用不二也行 三无差别也行 怎么说都行 不要执着言语 不要执着名词 这就对了 所以一切方式 无非是叫我们立分别立之主 否则的话 讲一个名词就好了 何必讲那么多 它有它的用意在 这些都是《金刚经》里面 重要的宗旨 社方就在虚空中 方位没有一定 这个是众生 假设的一个现象 没有事实 所谓是抽象的概念 空间的概念 空间的概念 时间的概念 都是抽象的 都不是实在的 但是都没有离开虚空 社方没有离开虚空 时间也没有离开虚空 实至社法界 同在无人一念心中 社法界一真壮严 从哪里变现出来的 从自信里面变现出来的 怎么会变现出来的 一念当中变现出来的 一念就是有念 就现象 无念现象就没有了 有念就现象 因果生然 而不爱同意心空 又有念 会有十种不同的发觉 这里面有因有果 因缘果报 清清楚楚 也丝毫都不会错乱 善因得善苦 悟因有悟报 这是真理 是定律 清而言之 成佛之音是平等性 那个心怎样平等呢 没有分别去平等 心还有分别 那哪里会平等 平等是佛心 也就是平等性是因 成佛是果 六度心是菩萨 菩萨 我们在金刚经里面看到了 金刚经就是教菩萨的 菩萨 不住于下 而心不失 不住于下 执着没有 那个不住主要是执着 执着没有了 不执着了 而身其心 身心难免 还有分别 不过它的分别 很薄 很淡 没有我们的界限 划得这么清楚 这么严重 没有 它很轻 很淡 所以它是菩萨 也就是说 菩萨所修的 我们经虽然还没读完 读了十六段了 大致上情形 我们了解一些了 不失 不失就是失 放下了 菩萨是一切都失 都放下了 那个失还没失 放下还没放下 那就是威仪系的分别 所以它是菩萨 啤之谱 《啤之谱》 攀到生育生的 爬之谱 修十二音乐 十二音乐是音 古波是啤之谱 古波是啤之谱 啤之谱 啤之谱 在三乘佛法里面他是忠臣 如果说是二乘法里面 那他也是孝臣 他比声闻要高 比声闻智慧高 声闻断思 烦恼四项断 贪嗔痴 确确实实没有了 习气还在 还有贪嗔痴那个样子在 有没有贪嗔痴 真的没有了 但是贪嗔痴的样子还在 他确实是没有了 可是辟致福 习气都没有了 这就是他比摩罗汉高明之处 声闻修四地 苦疾灭道 什么因 什么果 哪里能够错得了呢 错不了的 声闻用这个四地法 苦疾灭道 把三界尽思烦恼断掉了 这才辽生时初三界超越六道轮回 六道里面 天道 天有二十八层 不是含糊笼统讲一个天 那不行啊 二十八层里面 分三界 欲界 色界 五色界 五色界 天人的条件 完全修的禅定 在我们一般讲的 世间禅定里面 高端的 古爆到五色界 天人的 这是我们讲的 反复 高级的反复 他知道身体不是个好东西 身体是色相 他连这个东西 不要 不要这个身体 高级反复 在我们中国 老子 他体会到这个意思 老子常说 我有大患 我有身 他说 我有很大的忧患 是什么呢 因为我有个身体 身体是大的忧患 怎么没有身体多好呢 高级的反复 这个五色界里面 没有身体 我们一般人称灵界 大概有这个意思 在佛法里面讲 有神识 住在那个境界里面 他不要身体 高级反复吧 第一界 四界 有十八层天 这个十八层天里面 有身体 当然 有身体 就有身体生活的环境 这个身体 要住 要房子住 要居住的环境 鱼 它没有了 四 它有 它有衣服 它不要饮食 它没有饮食 四界天人 禅月为食 它不要饮食 那么由此可知 我们要饮食 来维持我们的生命 其实 这也是个错误的观念 不吃饭 这样可以活下去啊 活得很好啊 你要不相信的话 你看看 虚云老和尚年谱 这个图书馆有啊 很多地方都看到啊 虚老和尚距离我们不太远啊 年谱里面记载 老和尚常常入定 一定啊 十天半个月 有的时候他一入定 二十多天 出了定了 精神饱满 那一般人 哎呀 十几二十天不吃饭 那不给我死了 他没死啊 他一出定 精神饱满啊 这是证明 佛在讲的时候 四戒天人 禅月为食 有道理啊 四戒天人都有很深的禅定 不要隐食 所以他叫四戒 欲没有了 欲讲什么呢 五欲 才 四 明 时 睡 这个无恙的东西 他没有了 那么由此可止 欲界有六层天 欲界六层天人呢 财色 明 时 睡 通通有 不过越往上面去 越淡薄 但是他还有需要 只是很淡薄就是了 不像我们人间的五欲那样的浓厚 他大了 他还有 所以 色戒跟无色戒要修禅定 佛跟我们讲 还要修四无量心 慈悲息世 才能够到色戒到无色戒 欲界天呢 要修十善也到 修十善升天呢 升欲界 四王天 逃离天 欲界往上面去 还有四尘 夜摩天 斗帅天 画落天 套花之在天 单靠十善 不行 单靠十善 顶高的只能到他里天 那再往上去怎么办呢 要加上禅定 他的禅定功夫不够 不到家 所以叫未到定 他有一点禅定的功夫 真正的出禅 他没有得到 他得到出禅呢 那就到世界去了 不在余界了 所以他有没有成功的 没修成的那个定 所以 加上十善也到 才能够生在 欲界上四尘天 人的夜音 五界十善 在我们中国儒家所讲的 五常 中国儒家的教学 是以能常为教学的宗旨 能是能理 就是交给人 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天地的关系 人与万物的关系 这叫能理的教育 这叫能理的教育 常识将 常识将 品德的修养 常到决定不能离开的 五常识 人与离之心 仁慈 道义 智慧 礼节 信用 要讲这五条 这才算是人 人跟禽兽不一样的地方 人讲究这五种德行 具足这五德 来生可以得人生 如果没有这五样 来生人生就得不到 在佛法里面讲呢 就是五戒 五戒的意思 跟儒家讲的五常是一样的 这是明相不一样的意思完全相同 比如说儒家讲仁慈 佛法讲不杀身 不杀身就是仁慈 不偷道就是义 不偷道就是义 不邪赢就是理 不赢酒是智慧 不妄语信用 对不对 一样的意思 所以 五戒五常真正做到 来生才能得人生 我们自己要冷静想一想 这个五条我做到了没有 如果没有 来生人生得不到啊 人生得不到的什么呢 再往下就看 出生 出生的原因啊 愚痴 愚痴都出生了 什么叫愚痴呢 哪是真的哪是假的 你搞不清楚 把真的当作假的 假的看作真的 这愚痴啊 我们今天讲修行 佛法是正法 把正法当作邪法 邪法当作正法 这愚痴啊 像这一类的颠倒 善我颠倒了 看错了 善的看作我的 我的看作善的 邪正颠倒了 邪的看作正的 正的看作邪的 是非颠倒了 这叫愚痴 糊里糊涂啊 搞不清楚啊 搞不清楚啊 那这个因呢 那这个因呢 来分出生因 默鬼刀 默鬼的夜因 叹 不管叹什么 叹是默鬼的因 贪财 贪私 贪明 那这个贪腐乏 也要变默鬼啊 不是讲你贪的对象啊 是你有贪心 贪心是默鬼心 一个人贪心很重啊 鬼头鬼脑啊 那贪心就是鬼心嘛 那鬼就是贪啊 那我们想想的时候 在这个施法界 在这个施法界 夜因 我们到底是哪一条 中 就想到了 将来啊 我们会到哪一道去 这都不弱人啊 这都不弱人啊 地狱是晨晦性 晨晦 在这都不弱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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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再想到 贪嗔痴 这叫三毒烦恼 果报在地狱默鬼出生 这贪嗔痴的果报 非常可怕 佛教我们要利贪嗔痴 用不失来对之贪毒啊 用忍辱来对之 忍辱 用智慧啊 用智慧啊 来对之 愚痴 这就是此地讲的 因果生然 这是从大地方面来说 细说 说不尽 每一个众生 因果都不会完全相同的 都不一样啊 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四十真相 才知道 一银一珠 莫非也签定 谁定的呢 自己做 自己受 不是别人给我们定的 与别人 谁有能力 有能力造命 当然有能力改命 而改的 而改的 最彻底的 最圆满的 无过于佛法 那这个世间 种种改造命运呢 纵然能改 改得很有限 不够彻底 不圆满 唯独佛法 能够彻底 把我们改正过来 改凡成圣 改九界成佛道 这才是真正究竟圆满 所以要想改造命运 所以要想改造命运 不能不修佛 射方 这是底下讲 而不爱同意性空 射方皆在虚空之中 射法皆一真壮严 都在我们自信之中 不爱同意性空 自信没有有 它的相呢 是空相 就是六足所讲的 本来无有 它的相是这个样子 虽然它空 它是虚空 不爱助相发毁 是法界一真壮严 这个相 行在它面 不妨碍 这些事实 我们也要很用心地去体会 《楞严经》 《楞严经》 实在是一部很好的经典 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啊 开智慧的楞严 成佛的法皇 开智慧的楞严 真的是令人开智慧 《楞严经》上就有很多好的比喻 说明虚空跟我们一切的现象 不相妨碍 正如同我们现在看电视的 那个荧幕 那个荧幕里面什么都没有 但是什么样的现象啊 都可以在那里吸引 它不相妨碍 彼此都不妨碍 就这个道理 信控啊 不具重相发毁 佛说了这么多的比喻 比喻的主题在哪里呢 底下这一句要把主题给我说出来 主题就是福德不可思量 虚佛体菩萨无助相不是 福德亦如是不可思量 就像前面讲的虚空法界一样 不可思量 虚空无相 不爱助相发慧 正是不识不助相 不助相不识 正是虚空不可思量 虚空没有相 心性没有相 但是能性是法界 这句好像不识不助相 不助相不识呢 就像虚空 像这个法界一样不可思量 菩萨能如是 有而不有 空而不空 方是被尘或求 尘是迷 是污染 被尘是远离他 被尘是远离他 所以我们也想不识不讆 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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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自 你就被那个无助污染 无助是空 你就被空污染 假如你不识着相 你就被不识污染 所以要不识相不识 不识相 不识不被有污染 不识不被空污染 两边多里面 所以这个是有而不有 空而不空 怎么是有而不有呢 不识是有 不识相是没有 是不有 怎么是空而不空呢 不执着是空 但是不执着而行不识 那行不识就不空了 这叫两边不识 这才真的悲尘或绝 有提有用 提是空 像是有 空也不识 有也不识 空有两边都不识 但是这个提相都能发挥它 圆满究竟的得用 它的大用大德 完全都明显地显示出来 这才是佛法 才是真正的大乘佛法 绝对不是消极 不是有提无用 一般人讲极极 那个极极里头有弊病 唯一读佛法是真诚 真实的极极 善男女 激发菩提心 故交易不诸相不识 此处交之用功 必须达到真能无助 无一丝一毫之未尽放空 精干精干 将军四舍 这个是极云极顿的大脚 它就是肯定这个意思 上半部 是为发菩提心人所说的 金山江的善男自善女 它发了菩提心 什么叫发菩提心呢 发舍佛之心 以佛作榜 我向他看起 我向他学习 我要学习的跟他一模一样 这叫学佛 而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学佛 学一点经典 学个念佛 甚至学个发气 这个不是精干精神 所说的 发心学佛的 那么本经 释迦牟尼佛作为一切祝福的代表 向释迦牟尼佛学习 就是向一切祝福学习 是这个意思 我们修净土的同修 是以阿弥陀佛为代表 我们一切都要向阿弥陀佛学习 这才叫你是真的发菩提心 你发菩提心 佛一定要教给你 怎样能够满你的愿 帮助你成佛 帮助你真的究竟的佛果 教你用功 教你不住相不实 一切祝福如来 都是用这个方法成就的 佛把这个方法教给我们 不住相不实 用功从南地下手 也教给我们 教给我们用功 必须这两个字是全程肯定 一丝毫忧郁怀疑都没有 也就是必定要这么做法 要达到真能够准备 真的不执着不分别 要真真能达到 如果分别执着还有一丝也好 没有干净的话都不行 因为你发心是要成佛吗 你不是成菩萨不是成过罗汉吗 成菩萨成过罗汉 你这个分别执着 断了很多了 还有一点 那还讲到过去 你是要成佛吗 成佛就是丝毫未尽都不可以 要断得干干净净 等救菩萨那一瓶身相无名 都不行 都不能够存在 都要把它断干净 幕后这一句是这一大段的总结 续乎提起 菩萨但应如所浇著 菩萨只要 这个但就是只要的意思 应当如佛所教的 你问云何印住吗 这样住就行了 这是归结到 住五住就对 不可以有一个住处 归结到五住乃是正住啊 就像一切诸佛如来一样了 正值应无所住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应无所住 你住什么地方呢 住应无所住 那就对了 意味意思是说 但以我所交之 免兵不住去修行 本以不住为主 否则非大乘佛法 这个一句话就肯定了 大乘佛法 大乘佛法就是建立在五住的基础上 如果你有住 如果你有住就不是大乘佛法 五住才是大乘佛法 我们再说得清楚一点 说得明白一点 住就是执着 大乘佛法不执着 不但世间一切法不执着 佛法也不执着 这叫大乘佛 稍有执着 就不是大乘佛法 那么从这个地方 我们也明白了 明白什么呢 明白什么叫做佛法 有分别有执着的不是佛法 另一切分别执着的 那叫做佛法 所以 谭经里面记载着 六族遇到印宗的时候 印宗法师难得了 很不容易 不是普通人的 印宗当年 在广东一带 是最有名的 最得大众 精明的一位大法 六族在猎人队里头 住了十五年 离开猎人队到广州 碰到印宗法师 在讲列盘金 这么一个机缘碰了头 以后 印宗法师知道他是 五族人活上的传人 就是禅宗第六代祖 对他立刻就加以恭敬 旁人做不到啊 听六族说法 佩服得不提头地 他问了一句 你在黄梅的时候 除了五族传法给你 五族平常有没有说 有没有讲这些禅定泄脱 六族怎么回答他 禅定泄脱是二法 二法不是佛法 二法就有分别有执着啊 你看跟这个禅定泄脱 有分别有执着不是佛法 佛法是不二法 不二法没有分别执着啊 因宗给他剃肚 所以六族的剃肚师是印宗啊 印宗把他剃肚之后啊 再反过来拜他做老师 难得了 稀有啊 你说这个心量多大 你说他的心多清洁 在别人心量小的 我收你做徒弟 就很难得了 我还再回过头拜你做老师 他这一拜他做老师 祝福想想看 把六族马上就捧上去了 他本来是第一嘛 现在六族捧上去了 他在第一指第一 六族的法语那么样的殊胜 有那么样的成就 这个功德全是印宗的 六族是非常人啊 印宗也是非常人啊 六族遇不到印宗啊 很难出头啊 他要想在那边红发立身 达到相当的知名度 能够借引大众 你要晓得 要用多少年的时间啊 遇到印宗不费力了 印宗把他一下子抬起来了 等于说印宗几十年都给他做基础了 这是非常人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六族一生的成就 就是印宗的成就 实在讲呢 印宗比六族还要高明 六族成就还要一生度化众生 还要一生教化 印宗的成就 等于说他是董事长 请一个总经理去办 他不要管事 他都成就了 尼采晓得说 那叫真正高人啊 所以印宗实在说了 印宗来讲了 那是佛菩萨再来的 因为反复没有这么大的度量 没有这么高的智慧 没有这么高的智慧 印宗所住 这是正式大复兰 说了这么多 前面虚佛提尊者问吗 印云和住 云和降伏其心 到这个地方呢 总结了 才正式大复兰 意味但以我所交致 念变不住去修训 这个就是 无所住 相辅即不住 免四即一四 尊者请教的两个问题 印云和住 云和降伏其心 问了两个问题 世尊者答复 把两个问题和起了 两个问题实在讲 一个意思 降伏跟不住 两个问题实在讲 就是一场事情 修行下手 就是一个舍字 舍即破莫知 究竟舍莫知方破境 谁要舍得究竟 这是一句实话 所以到如来 所以到如来谷地 真地 无我了 我舍近 诸位想想 等着菩萨 还有一品身相无名 我没破 谁没破 我没破 还有我啊 那么通常我们讲 我罗汉 我知已经破了 已经不再有我了 不再把这个身当作我了 不再把一切法当作我了 威胁的这个我念还是在啊 不过他不以身为我 不以五蕴为我 那就能出三界 就脱离轮回了 必须的跟我的意念都没有 那才行 那个最后一品身相无名 才能破得掉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